Hello 又回到我們的點子風水這麼簡單 今集我們繼續有黎Sir 跟我們身邊的家公Winnie 講解一下金字塔應用家居的風水 Winnie 我聽你說 之前也買了金字塔 但效果又不太好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在一間挺有名的能量中心 買了一個金字塔 他已經教了我金字塔 要跟足所有方位 跟足所有角度這樣擺 才會有效果 然後我就拿回去試 咦 為什麼好像試了這麼久 都好像沒有效果 其實因為我本身有失眠的問題 為什麼還會睡不著呢 於是我就找了黎Sir過來幫忙 幫我看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黎Sir 究竟Winnie家居有什麼問題呢 聽說他買的金字塔已經很專業了 其實我打個比喻 你去一些著名的藥店 撿了一劑茶 但他沒有跟你把脈 那是什麼意思呢 當時Winnie那間能量中心 有沒有幫你看你的八字命盤 還有 at least 都看看你家的平面圖 沒有啊 那就是說他沒有幫你把脈 沒有幫你對症下藥 那他怎麼會做得好呢 那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一間屋都會有些獨特性的 那一定要配合一個人 你才知道我真正去幫他解決到那個問題 嗯 好了 那我是怎樣做呢 我是很強調那種即時的效果 你也知道你為什麼會找我 是不是 那我提前告訴你 哦 將金字塔擺對方位的話 你會馬上有一個好的效果 你的睡眠質素會提升 精神會好 那這個是不是提前告訴你 嗯嗯嗯嗯嗯 沒錯啊 那所以來說 那這件事也都很重要會影響整間屋的運勢 不單止是你 那你身邊的人啦 家人啦 也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好轉 嗯嗯 那我也是只是用你的金字塔 你記住 我不是說叫你啊 你光顧我啦 一定要用我的金字塔才好 不是 那我也都知道這個金字塔是好的 只不過當時可能他們 他們啊 搞能量的人呢 就比較 著重能量啦 嗯嗯 就忽略了 明理八字啦 空間 八卦啦 五行的方位啦 這個比較是 沒有那麼留意啦 嗯嗯 所以那個效果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嗯嗯 Winnie啊 經過黎sir 調節了金字塔之後 又放回家裡的位置 那前後呢 有什麼對比呢 嗯 之前呢 我是因為睡得不好 而買金字塔的 嗯 經過黎sir幫我調頻過之後呢 哇 我當一晚已經睡得很軟很軟 是一個極度深層的睡眠 然後整晚是沒有醒過 最重要就是呢 我有時半夜會發惡夢 連這個感覺其實都沒有了 其實一覺睡到天亮 這一樣很重要 對於我工作上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嘛 好啦 那我睡完之後 第二天起床 很精神很精神 那你工作自然呢 就會進步得很多 就是做事快手了啦 不會經常污眉欺睡 又不會無緣無故睹 那你工作效率好了的話 那老闆就覺得 啊對呀 你做事快手了這麼多 那其實 還有身體是真的好了 譬如你有什麼不舒服的話呢 傷風感冒那些 很快就會好起來 那其實最意想不到的是呢 我真的有一個 和我之前的朋友一樣 都有一些很神奇的體驗 這一樣呢 是令我最意想不到的 好 那麗sir啊 那如果我們放金字塔在家 是否只是帶來好處呢 那你記住一個能量大的東西 一個產品 甚至乎 把刀啦 你放得不好 其實會傷人的 是的 那金字塔去這麼大能量 擺近你 會有即時好的反應 這個我是認同的 那譬如坊間也有些人 擺金字塔會令到寶寶 原本是經常都哭的 那用完金字塔之後 咦 它是好了 擺近它的床邊 那是否真正的好呢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大家可能沒有深入去了解 其實大能量的東西 擺在一個空間 它會令到某一方面好 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會失衡的 譬如這樣說 這個是一個心臟的位置 南方熟火尼掛 這個位置的能量已經高了 即使用其他方法去檢查 用一些儀器也好 或者坊間流行用一些叫做靈擺 檢查了這個能量位是好 好了 如果你將金字塔擺在這個南方這個位置 那麼能量一定會過大 過大就是一種實行 那譬如心臟有問題的人 有機會看看南方這個位置 會不會擺錯東西 這個就很重要的了 正常來說 如果我們擺得對 是整個空間都會平衡的 五行八卦 所有的方位都會平衡 那就是代表什麼呢 擺了之後 除了本身那個隱好之外 整間屋的氣場會好 其他家人的成員 個個都會有好的睡眠 那一定會是影響成家人的了 那所以來說 坊間很多朋友 特別去這裡買 或者水晶店 隨便買 甚至乎去到一些製作金字塔的地方 學整也好 但是他們做不到這個效果 只不過他們是用了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忽略了很多因素 所以來說 用一下很多人都棄用金字塔的 我想你都聽到了這些 所以大家如果去用金字塔 真的用得好的話 會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一定是會立竿見影 馬上會有好的效果 跟著來說 好的效果就是什麼呢 睡眠質素 剛才你都說過 睡眠質素好 其實深層次睡眠 其實一定會幫助 日頭損耗了那種能量 日頭那麼辛苦 一定會容易一些 recover 還有那個專注力會提升 那身體層面 一定是那個微循環系統 會 那些血會去到微循環 都流得好的 譬如有些人手腳冰冷 其實是這個問題來的 去不到那些抹梢神經 那精神一定好了 那如果我們用傳統風水去說 可能它的運氣真的好了 運氣好了 其實都是那些撞腐的氣走得好 那所以金字塔這個物件 那在風水學來說 很多人以為 咦 尖是代表殺氣 那其實可以這樣說的 你擺得好 就不是殺氣了 你擺得不好 就真的殺氣了 那甚至乎 有時候 有時候 家裡會有 所謂五王位 那五王位 那傳統的人 都是用一些銅錢去化 那其實如果在能量的角度 有機會可以用到金字塔去轉化 但是是不是真的 某些方位 一定可以或者是不行 真的要親身去每一個不同的個案 去讀 不可以一概而論 好 那我們下集繼續有黎Sir 跟我們講一下空間能量儀 如何營造一個風水好氣場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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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